这个男人绝对有冠军之姿 其他选手还爱恶搭建庇护所时 他已经抓到不少鱼囤鸡起来 每天不是在那里烤鱼肉吃 就是在那炖鱼肉汤喝 小日子过得相当好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过来度假的 现在荒野独具进行到第二天 莱斯怎么都没想到 只是在野外睡了晚 早上醒来后就流鼻血了 看这俩还挺肚的样子 这可把他给吓坏 他觉得肯定是睡得不舒服导致 打算到附近收集一些材料回来弄张床 如果可以的话 他是真想就这样躺着 躺在火堆旁边趋暖实在太舒服了 刚要换条裤子就发现有早餐送上门 这蛋白质可是牛肉的好几倍 吃饱喝足后到外面干活 营地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要是那雨再下几天 估计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加上现在的营地还是太小了 行李堆放在一起 出去都觉得麻烦 等会可以到小溪那边搭建个大地的营地 这样搭水也能方便很多 莱斯拿着斧子开始砍伐搬运木材 这边的树木砍起来倒是不难 他的想法很简单 就想先把床给垫高一点 然后再铺上松树枝到上面 他觉得这样躺在上面肯定很舒服 一边干活一边在那里唱歌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过来度假的 很快就弄出一个框架出来 躺在上面一点都不觉得难受 他对此那时相当满意 忙碌过后跑到水里洗澡 莱斯也不知道接下来会碰到什么 只能尽量让自己保持乐观的态度 稍微放松过后 莱斯回去继续干活 将树干捆绑在一起 散开形成一个三角架子 想法是挺好的 就是脚底打滑 不小心把自己给摔了 幸好皮操肉厚没有什么问题 弄了两个安稳的三角架 只需要在上面放上一根横梁 就可以将防水布覆盖到上面 花了不少时间 总算是将庇护所给搞定 最后弄来一些树枝铺到床上面 莱斯躺在上面感觉 奖金要离自己更近了 第三天 桑塔纳终于看到天空放行 简单收拾过后到外面晒回太阳 要不是肚子饿得不行 真想就这样待在营地休息 反观李维那边早就安放好鱼网 一大早就跑过来检查收获 刚拉动就感觉重量不一样 果然鱼网那边就挂着条鱼 这边把李维高兴坏了 恨不得当场就将于吞进肚子里面 到岸边将于清理干净 不知道这是拿回去顿还是考的好事呢 现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换个好点的地方搭建庇护所 搭建庇护所得耗费不少体力 可惜的是只有一条鱼能吃 到时还得想办法再多弄点食物才行 利用这两棵树作为支柱使用 将绳子绑紧之后 就可以将防水布盖上去 但是弄好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随时都有可能会散架的样子 李维对此那是相当不满意 虽然很想将庇护所弄好 但是实在累得不想动啊 就在大家忙着搭建庇护所 寻找食物时 艾米却在岸边搬运起来石头来 她觉得自己太自私了 留下个怀孕的妻子照顾家庭 现在没什么能做的 只能给他们叠放一个图腾住祈福 虽然艾米这样耗费不少时间体力 但是她觉得这样才能让自己安心点 不知道为什么 这弄起来更像是个炉子 或许以后弄到食物 可以在里面烘烤 艾米就这样一边反思一边干活 整个下午就弄个岩石堆 她原本还想着继续叠高一点 不过现在已经没啥力气弄 只能看看后面还有机会继续叠 好家伙 这还不如直接回家算了 看样子艾米应该是走不远 大家觉得她能在这里待上多少天呢 第四天 莱斯对现在的庇护所非常不满意 整晚都被蚊子烦得不行 根本没法在这里安心入睡 本来晚上气温就低 还不断有寒风吹进来 她得在门口处弄上一个遮蔽的东西 不然这身体可看不了多少天 制造起来非常简单 只需要将四根杆子插在地上 然后在上面放上树干 这样慢慢叠加起来 就能形成一堵墙 就是要到附近收集材料有些劳累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 总算是将这墙给弄好了 就不知道晚上睡觉时 会不会有寒风进来 莱斯给自己弄了个乐器打法时间 希望这样能过得快一点 镜头来到李维这边 庇护所并不是很满意 看起来随时都会散架的样子 打算先去渔网那弄条鱼吃着先 她想着要是能弄到一堆鱼 到时还得制造个烟熏架才行 庇护所肯定是装不下的 等会换个地方重新搭进的才行 很快李维就来到海岸边查看 她将网放在石头上 只要稍微用树枝扯动就行 尝试了几下发现并不是很好 最后还是决定下水弄快一点 要知道现在的水温只有几度而已 在野外保持干燥和温暖非常重要 如果可以 她是真的不想进到水里面 很快她就露气裤脚进去 将鱼网拉扯起来 也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 这次并没有看到什么鱼 现在也就营地附近 那有浆果能吃 可这些都难以填饱肚子 李维瞬间感觉有点头疼了 看来上次能够弄到鱼 只是运气好而已 虽然没有弄到鱼肉吃 但是那活还是得要干下去 她打算重新找到一个 更好的地方搭建庇护所 与刚来时相比 身体已经虚弱了不少 不知道这次搬家身体会不会卡不住 看着眼前这脆弱的帐篷 早知道之前就多花点心思弄了 现在还得浪费更多的时间在庇护所上 或许要到树林里面查看 那里有更多适合搭建庇护所的地方 身体早就感觉有些疲惫 还要拿着这么重的行李到处走 尽管如此艰难 李维也没有打算放弃 很快他就来到树林这边 周边的材料有很多 但是他已经没啥力气砍伐 只能简单地将庇护所支愣起来 躺在里面休息肯定非常不舒服 他很怀念昨天吃到的鱼肉 现在也只能挖点点草出来吃了 李维心情并不是很好 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退出挑战的样子 反观墙泥那边 小日子过得实在太好了 他将没吃完的鱼困在一起 想吃的时候就可以从这里拿 今天也不算弄烤鱼吃了 准备整上一锅鱼汤喝 先用刀把多余的部分清理干净 剩下的部分全扔到锅里面熬制 现在只需要等着肉煮熟就行 闻着锅里的肉香可把它给馋酷了 等那肉一好就立刻放到嘴里品尝 强泥爱上这里的鱼肉 准备继续干饭时 突然看到有三只驯鹿靠近 就在前面不远处 可惜手上就只有个锅 以后或许可以试着去狩猎鹿肉吃 强泥非常兴奋 要是能弄到一头 它就可以天天躺在营地啃鹿肉 或许应该先把武器制造出来才行 一会的功夫那路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来自那边来了这么久 就弄到点蓝莓吃而已 体重下降得非常明显 光靠这些蓝莓补充不了多少能量 只能多吃一点 让肚子稍微好瘦一点 第五天 选手们已经出现不同的情况 李维刚醒来就觉得这头疼的不行 缓和了老九 才来起身去检查鱼网的情况 要是今天还没有鱼吃 那就得就得考虑换个地方进行钓鱼了 李维没有想到 在这边挑战会这么难 原本还以为自己挺难挨饿的 没想到才几天就不行了 很快他就来到岸边检查鱼网的情况 鱼网并没有抓到一条鱼 这让李维彻底破防了 光是吃僵果和植物 根本就坚持不了多少天 这样下去 迟早会把自己身体给饿坏 心情变得越来越糟糕 走着走着又回到以前营地呢 看来真的是饿出问题了 艾美这边也不好受 天天想着回家陪家人生活 啥吃的都没有找到 只是随手摘了些东西嚼着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干嘛 就这样坐着待了一下午 这看起来就像随时都有离开的样子 他自己也觉得凹不了多久 离开只是时间的问题 节目组不知道是接到谁的电话 正在前往选手那边 估计不是李维就是艾米要离开 让我没想到的是节目组 是过来进来自回家的 要知道目前就他的庇护所弄得最好 还以为后面能看到他弄到食物吃 没想到会是第一个退出挑战的人 这里过得并不是很好 莱斯更多的事想回家好好休息 与其为了那三百万奖金 继续折磨自己 还如现在就走 节目组还想再劝一会 但是莱斯一心要走实在拦不下 就这样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已经有选手退出挑战 剩下的选手中 也有好几个情况不对劲 看来很快又会有人退出挑战 大家觉得谁会是下一个离开的人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